利用車時代來臨 最關鍵的量大核心 就是馬達跟電池 開廠輝能科技布局多年 亮相固態電池製造技術 並宣布擴大投資 臺灣 豪達四十二億元 在桃園搭造全球收作 固態電池超級工廠 收度在媒體前曝光 固態電池框膠 讓電解液不會溢出 而關鍵呢 就在高速原網印刷 輝能呢 就有全球的唯一一臺 還可以提升生產的速度 跟良率 智基固態電池產線 從附膜 揉印到圖布 幾乎是全球獨家的製程 其中托付去水 以往得耗十八小時 在輝能獨有材料特性下 只需十一分鐘 大大提升生產效率 而固態電池與傳統相比 高密度特性 充電速度快 壽命較長 熱穩定性加 不易期貨 更不會在低溫凍結 提前實現量產 初期產量可達零點五Gigawatts 未來目標擴充到兩Gigawatts 約可以提供二點六萬電動車使用 目前已經與股東賓士專案合作 客戶還有越南版的特斯拉 FINFEST 二零二四年就有實車亮相 其他臺灣大廠也來卡位 像是臺尼旗下的能源科技 電池已經供應給英國飛電車公司 鴻海在高雄設立電池新研發中心 而臺塑砸一百六十億元 在彰化蓋磷酸鋰鐵電池新廠 二零二三年前三季電動車電池的市占 以寧德時代的百分之三十六點八 最高 第二是BRD的百分之十五點八 中日韓廠八十超過八成 臺廠開發新技術 利品打進全球電動車供應鏈 三十萬週一 瑞芳翔 台北報導